坚实填补蕃茄因品质优秀 是许多饭店业和果菜商指定合作的对象 但今年收成却让蕃茄农苦不堪言 前半年因全台严重缺水 导致蕃茄种植并不成功 而到了7月 又遭到烟花和卢壁台风接连影响大于不断 使得蕃茄损害更加严重 农民看着自己辛苦种植的蕃茄 如今已经剩下没几颗可以采收 心里满是无奈 我们一直剪那么累 剪十颗 差不多九粒是丢在地上 就一粒 所以我们要 我们的量也是没有达到一半 大概城市差不多有 有五六七十而已 因为一直下雨 就会有很多的病害这样子 我们这边是种蕃茄的 然后它是一层一层一层开花 可是每天都下雨 所以变成就是整颗蕃茄 它就没有 就是花都被打掉 它就没有办法照顾 面对蕃茄农的经济损失 农粮所寄出台风农业天然灾害 现金救助 只要民众符合申请条件 都可以向乡公所申请办理 但现在却有农民反映 申请条件之一的土地使用 类别必须是农牧用地 因此使用在猪用地或国有地上 种植蕃茄的农民皆不在申请范围 结果我们去查的时候 我们种的这个土地 本来是以前是祖父母留下来的 然后可是现在 就是因为没有继承的关系 然后就变成就是国有的 所以变成我们就没有办法申请 最直接会影响到农民前来申请的这个影响的意愿 最大的影响就是可能他们本身种植的土地 或许不是农牧用地 可能牵扯到其他这个使用类别的部分 那建设乡公所在这段期间受理了总共七件 总共七件 面积达到大概七公顷左右 那相较于全乡整个种植面积有15.5公顷 也几乎已经受理了一半以上 不符合此次申请资格的番茄农民 希望政府能将他们纳入申请规划中 不要将他们排除在外 有些新闻老报许家荣新竹监时采访报道